10月25日晚,宁静在微博晒出一组躺在鱼盆中的沐浴罩,他赤裸上身,相间锁骨,一览无鱼,最搞笑的是他脸上的眼膜和唇膜,造型夸张,让人捧腹,他自称,这是文艺青年偶尔享受斗逼生活。 网友纷纷评论,太符合逗逼本性了,能不能好好洗澡?还有网友体贴留言,听说蓝州下雪了,请照顾好自己,本身身体就不好。 宁静26日凌晨上传两张穿大衣的艺术照,并配文称,愿着一袖雅衣,为一身和香,春却曼妙脱俗,今夜秋风秋雨色色,醉事安详却蓬勃四春。 照片上他烈焰红唇,眼神撩人,赤脚露腿,指大腿根部,网友称其太性感,有玛丽莲蒙露的感觉,有淑女的别样风情,也有网友质疑他穿的衣服是皮草,不够环保。 10月25日晚,宁静在微博晒出一组躺在鱼盆中的沐浴罩,他赤裸上身,相间锁骨,一览无鱼,最搞笑的是他脸上的眼膜和唇膜,造型夸张,让人捧腹。 他自称,这是文艺青年偶尔享受斗逼生活,网友纷纷评论,太符合斗逼本性了,能不能好好洗澡? 还有网友体贴留言,听说蓝州下雪了,请照顾好自己,本身身体就不好。 宁静26日凌晨上传两张穿大衣的艺术照,并配文称,愿着一袖雅衣,为一身和香,春却曼妙脱俗,今夜秋风秋雨色色,醉事安详却蓬勃四春。 照片上他烈焰红唇,眼神撩人,赤脚露腿,指大腿根部,网友称其太性感,有玛丽莲蒙露的感觉,有淑女的别样风情。 也有网友质疑他穿的衣服是皮草,不够环保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